来 陆远早 政府的这个超征税收有五百多亿 那么那个老农年金啊 加一千块钱 加起来金额是八十几亿 那为什么政府啊 不干脆就是调高成一千块 那意思就是说 为什么政府啊给一个卤蛋 三百一十六块还有零头 为什么不干脆给三个卤蛋 那既然政府超征五百多亿 为什么不直接老农津贴就调到一千块呢 是 我想这个东西 可能跟那个税收的多少 应该是两件事情 一个制度的改革跟调整 这是目的事业主管机关去考虑 那至于裁员的变化 每天会有超有会短 那短的时候怎么办呢 所以我们去制度性的考虑 所以这个部分就回到 我们农委会或是内政部 对那些制度的调整的一个机制 对我税收多少 我想应该是两回事情 你这个说法不太成立 因为按照总统公布的办法 它是制度性的调整 每四年要调一次 所以今年是调一颗卤蛋三百一十六 四年后它还要再调 还在调 那所以每四年就调一次 所以总是会达到三颗卤蛋 国库这方面支出是一定都会增加的 所以它以后再总预算里调配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民众不了解说既然已经超增了 照理说不止老农津贴 还有八大社会福利 如果是民众的这些社会福利 津贴也都应该可以调整 是的没有错 那第二个就是这次为什么会有这个零头三百一十六 如果说你的孩子孝敬长辈的这个给爸爸妈妈的红包 给个三千一百六十块 那也很怪异啊 通常这个东西 因为它就是照一个标准去换算的嘛 我觉得这个东西零头倒不重要 重要就是说这个制度的建构 呈现出政府照顾这种社会弱势的嘛 那这东西金额的多少当然很重要 很重要了 我觉得政府在上 我想这个这样的东西已经经过财主单位的计算了 那所以我觉得政府在这个 有关于这次老农津贴跟八大社会福利调整啊 会有零头出现 这个很不符合台湾人的一个习惯 因为它就是入账了嘛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觉得政府应该要有效的说明 你也讲不太出来说为什么是三百一十六 照算的乘上五点七二嘛 它原来的钱乘上五点七二啊 那为什么五点七二呢 五点七二是从民国九十六年到一百零一年的物价指数的变动嘛 所以根据等同我们税法里面的物价指数联动法的算法 它是这样子来的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制度化 以后只要物价一条就跟着条 所以以后都会有这种零头出现 我就必须有效相关外界说明 因为这个业务是在我们老农委会那边 是 第二个事情哈 就是前不久啊 发生过就是说在南部呢 的夜市摊贩呢 那被我们税务单位开罚单 那结果呢也很不礼貌 就给他开的税单就写贤苏季先生 罢完小姐等等之类的 这个事情不是第一次发生 去年就发生过 特殊个案了 当时我们就是要求财政部说一定要有礼貌 那当然当然 那当时财政部也表示说一定会督促所有税务人员哈 要避免这个情形 可是这个言者尊尊听者苗苗 结果呢今年还是发生 我举个例子来讲哈 你知道大家都说税务人员是什么呢 都说是拔鹅毛啊 不管是肥鹅瘦鹅都是拔毛 所以哪天如果民众 他给税务机关的公问也是写 拔毛先生收 拔毛先生 拔毛小姐收的话 那你们税务人员的感受是什么 这个当然有有错就改嘛 我们讲的税务人员服务不好 你要通力下去以后绝对不可以 当然这个我们一定是这样做 不是不是说有个案的情形啊 我找不到他的名字 我就可以这样写 那同样的啊 民众如果说对于很多税务人员 他也搞不清楚他叫什么名字 他就直接给他写申请文件 就直接写拔毛先生拔毛小姐的话 他就写到我们那个机关就好了 机证所啦 或是分局啊 或是财政部啊 就写政府的机关 对啊所以你们在乎人家怎么称呼你们 那你们要做 这个当然我们将心比心 一定要三立五身下去 绝对不可以这样子 对那当然 第二个啊 政府也在提到说 对于摊贩要辅导开统一发票 是 我不晓得那个 呃部长有没有去逛过摊贩啊 有啦 你知道卖那个蒸花生的 蒸花生的啊 他不用电器啊 他就是拿个蒸炉啊 那一种的不会 那种延阶交卖 炸严肃机的啊 他只要有瓦斯炉可以点火 然后有油 他就会炸 那他完全不需要用电 他只要就是能够把他东西煮熟就行了 那你要辅导他统一发票 请问你要把他的那个 统一发票的机器啊 装在摊贩上的什么地方啊 他去哪里插电啊 这一种的我们没有辅导他用统一发票 我们就说基本上 这种连锁电 加盟电 已经有一个规模 一定的机制 一定的额度之上 是啊 大家觉得他生意很好 不开发不公平 因为有的民众有台湾话说 因为中南部的民众 大家是比较 比较讲话直接 他说 那电是要把我们倒在皮肝的哦 不是啦 你要倒那些电子 那个开发票机器的话 也要插电啊 你要叫人家插在哪里呢 不可能的啦 所以摊贩不在 摊贩不在你们电子 开发票的辅导对象是不是 就是说看他有些 他们有流动摊贩 有固定摊贩 那我们基本上讲是 辅导他尽可能的嘛 那我们也了解他每个行业的特性 所以你们讲一下标准 是流动的摊贩就变开 那固定的摊贩就变开 那有倒电就变开 没倒电就变开 不会啦 是不是这样的标准 我们基本上所做的 那个辅导的规范 是属于已经列入加盟店 他有规模 已经有相当一个规模了 或是连锁店 对不对 像这一类的 他应该也非常的明确 所以我们这里有四五个标准嘛 以连锁加盟方式 都挂得很清楚啊 对不对 所以这个要有效成绩 他本身已经有电子系统 代位也好 点餐 他本身都已经都电脑化了 第三个是透露网路销售的啊 像这一类的条件之下 我们辅导他 你来做电脑发票 那至于你刚才讲那些 应该是不会啦 不会啊 我们刚才讲的那些 那大家讲清楚啊 刚才讲的那些摊贩 不在政府辅导同意 或辅导或要求开发票的 这个我们人同此心心 我看他那个样 他就不可能 不可能去强迫他 在路边卖花生的 那不可能 对啦 这个说清楚 不然选钱啊 不会啦 那一直在找摊贩 那给严苏基先生 严苏基小姐 不但开他的发 不但抓他的税 那对他不礼貌 还要他开发票 那你不是在 这个当然了 我们基增的行为 我们一定尽量和谐 但是我们基增机关 也是为大家服务 来筹措裁员 所以这个部分 我们如果就和谐 我们非常重视 对啦 但是不要让这个 基层很辛苦的 这些民众 他觉得政府 不打老虎 只打苍蝇 不会啦 我们没有那个必要 那这个常人所难 那这个必须要说清楚了 利用这个机会澄清 另外 奢侈税课征到现在为止 那据你们提供的资料 到9月12号为止呢 自行申报的民众 有535件 大部分是汽车 但是呢 没有申报 没有申报 漏税的 根据你们去查到抓的 大概有6000件 大概都是房地产类的 大概都是房地产类的 为什么奢侈税 那这个开征到现在为止 你看 这个漏税的 不报的 被你们查到的是 自动申报的6倍之多啊 这个可能数字 不是这样分析 刚才你讲的 那个6000多 是我们依据相关的资料 了解这样一个异动 那这个异动的部分 是不是一定要来缴税 还要再去调查 这第一点 第二点 目前已经报进来的 这个房屋税的部分 就是说 特销税里面的房屋部分 就有不动场 就有879件 收到5亿 5亿6000多万 第一个 第二个 汽车的部分 就1189辆了 所以大概已经收到4亿4 4亿6 加钱将近10亿了 所以我的了解 部长你刚才 因为汽车的部分 它因为它要缴牌照罪 它要领照 所以很确定 它一定会主动申报 对对没有错 那但是刚才你提到 500多件的房地产 房地产的 那大概是课征5亿多 绝大部分是被你们抓到 还是主动申报 8部分都是主动报 都是主动报的 这500多件都是主动报的 我们查的还没有下去查 还没有下去查 所以你们现在还没下去查 等多少件呢 对还没有下去查 都还没下去查 我们只是说 经过相关资料搜寻之后 电脑有个资料 跳出6000多件 但是都还没下去查 我们还有筛选 条件合不合 是不是事实 还是做后续的查 因为我们核课间有5年 所以你现在课征的 这9亿多10亿多 都是自动申报的 都是自动报的 跳出来这6000多件的 都还没查 还没有 是没有人力吗 也不是没有 因为我们还做一些筛选 检讨啊 我可不可以拜托你们 把人力放在这方面 不要放在那个 不要放在贤苏鸡先生 跟贤苏鸡小姐上面啊 这就是民众 我们刚才官才讲的嘛 你老是在打老虎 这一点我还是要 你跳出6000多件 不会了 会去买豪宅的 买汽车的啊 大概都是属于老虎等级 你可以去大大肥额啦 那结果呢 你们把花很多的人力 在贤苏鸡小姐身上的话 不会啦 这个委员放心啦 我们一定了解嘛 不会去浪费人力 去做那种无谓的工作嘛 一定是放在我们最有效的 这个案件查核上面 另外哈 这个最近大家蛮关切 我们也很支持 就是对于负人税要开征了 那包括像能源税等等之类的 那部长有提到过 部长在召开记者会有提到 就说像类似能源税 也会召开 没有时间表 那要是国内证经条件而定 那部长哪些证经条件 你能提一下呢 我想这给我们报告一下 我们所谓能源税 就是把现行的货物税 以及跟能源有关的税跟费 做个整合 那它的前提一定是 产业主管机关 像我们经济部啦 环保署啦 对这些的政策面去安排 所以我们行政院 有一个节能减碳总计划 那这个东西 跟我的税来做搭配 因为税它透过价格会转嫁 会影响消费行为嘛 那这个部分 牵涉到物价的波动 牵涉到经济成长的问题 所以必须选一个 好的经济的条件 那有没有一个客观的标准呢 那到目前的话还没有 我觉得这个点是不错的时机点 但也不是只有财政部可以做这样一个处理 因为牵涉到刚刚所讲 假定我的能源税加上去 会影响到生产叶子 使用能源的成本 那所以经济不太很care 我们就必须去协调 什么时间是最好 加多少 这都要做很审慎的考虑 不要说希望说加了税之后 让经济荡下来 那就麻烦了 部长最后一分钟 昨天我看到这个金浦葱 带着杨志良去日本了 那你知道这次去日本的 旁边去的委员 或是随行去的 都是日本通 曾永泉是团长那没话说 这个李红军委员 他是不但留学日本 而且他娶的日本太太 是日本通 李复兴委员 他也随行 李复兴委员 他在从政之前 在日本商社工作几十年 所以他对日本的 企业界非常的熟悉 那杨志良 我今天特别去查一下 他的背景 他完全是美国背景 他一点对日本 一点都不了解 那昨天金浦葱带他去 又搂又报的 那只有很多的民众就问我 说杨志良 为什么跟着去日本呢 那金浦葱对他 又搂又报的 会不会让李部长很难堪呢 那就会有很多的民众 替你报区 我不想你有什么反应 那第二个呢 外界在讲 过去在台北市政府的 马团队期间啊 陈玉璋副市长 金浦葱副市长 李舒德秘书长 马团队有预量情结 你要不要借机会澄清一下 我想第一个 杨志良先生 我这个我没有办法回应 因为我不想他为什么去 这个我可能没办法回应 第一点 第二点 那我个人从台北市政府 服务十年 那到这里已经三年多 我个人觉得我们工作 非常的愉快 尤其透过这委员的支持跟指教 很多该做的事我们都做了 你们没有预量情结 没有啦 你也不是 你也不觉得金浦葱是故意让你难堪 不会啦 这个应该不会这回事吧 不会啦 澄清就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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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